本期宣布繼續開會 繼續我們請第三位質詢人李議員 雅芬質詢李議員請發言 謝謝 大夫主席伊斯達 當美雅芬的質詢時間跟收命令 還有區域選議員共同使用 謝謝 主席副長還有市長 三位副市長還有市政府的各局處相當 大家好 謝謝 姐姐我今天不會跟妳問說妳要選總統 這是妳的問題 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就是在我們高雄早期 我們設立的江湖出口區 也創造了我們臺灣的經濟齊心 市長你說高雄設立自由貿易經濟特區 總目標就是要讓我們高雄發大財 我們相信您所提的自貿區 如果會來經營成功的話 不只是高雄發大財 也將會為我們臺灣帶來第二次的經濟奇蹟 市長 您在今年三月間曾提出 在高雄設立自由貿易經濟特區 獲得我們國民黨執政的 十五個縣市首黨的支持 這沒錯吧 也有我們二十七位的立委連署提案 目前不知道這案子在立法院審議當中 那我也知道前幾天 我們有一個更美麗的質詢 有關於高雄自由貿易經濟特區議題的時候 認為你的答詢不具體 又說你票增 然後他的白眼搬到後腦勺 也有人說可惜了 你應該把握時間 把這件事情向我示意說清楚 所以雅芬認為 自由貿易經濟特區 爭議多年 它還沒有落實 市長所提未來 設在高雄的製貿區 到底它是什麼的型貌 如何運作 有可能產生的效應等等 雅芬相信有很多人還不太清楚 也很想把它搞清楚 所以市長 我相信你是很有能力 把複雜的東西給簡單化說明 本期在這裡問你 也希望你把複雜的自由貿易經濟特區 說清楚 講明白 請市長答覆 市長您請答覆 其實謝謝雅芬議員 在答覆這個問題之前 我想我們要先追溯一下 每一個縣市長 都希望自己縣市區域裡面 城市裡面能夠經濟發展 然後萬商雲集 經濟財的活動非常的熱絡 那我是為高雄市長 我一定要想 讓高雄市的經濟衝擊 同樣的邏輯跟價值觀 在我前任的市長也有 這句市長為什麼要 高雄有機會 能夠成立這個經濟觀衛區 那為什麼賴清德院長 當台南市長 他為什麼也提出希望 自由經濟貿易區 因為這個邏輯跟價值觀是一樣的 我們怎麼樣把這個城市 進去抽起來 這是第一個檔前提 第二個 為什麼15個縣市長響應 然後為什麼20幾個立法院 馬上連署提案 送立法院自由經濟貿易區 也就是他們認為 台灣現在2019年 是不是應該找一個區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真的我講過出去 冷靜了 開始收拔 不管是金融收拔 人才的收拔 法規的收拔 以及稅水的收拔 這是第二個事 第三 我們高雄土地這麼大 我們現在 自由港區大概 駐紮一百 百分之九十七 都駐馬 我們是不是需要再提升 2.0版本 也就是 講一句最簡單的 在高雄要不要做出一個 小新加坡 做出一個 小新加坡區 看出來 這裡面全部是手法 那就會牽涉到兩個問題 一個是工 一個是手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負面 像昨天跟委員會主委講的 高雄自由經濟貿易區一成立 臺灣農業就崩潰 像這樣子 來誤解我韓國的講話 我百事不能解決 為什麼 你可以管這種產品啊 如果我們有自由經濟貿易區 我們全部以高雄南臺灣的農業產品為主 然後我們出貨 不就好了嗎 這問題就不存在 所以管理也重要 所以我們就是很簡單的話 就在高雄 我們 我們可能以我們海空港的優勢 找出一個區塊 創造這個區塊的價值 在這裡 一切都是用鬆綁 降低所有貿易的障礙 提升這個區塊的整個向上的競爭力 那 如果這個區塊 是完全自由的話 那何的不為呢 高雄我也有在拒絕 我不懂耶 所以 議員的質詢 市政府一定尊重 我們一定尊重 我們一定尊重 有錯 做不對 做得不好 我們一定改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是覺得 議會的議員跟市政府 在這個點 我們要站在一起 因為高雄的經濟太軟了 已經疲軟了 那我覺得說 這個時候 自由經濟貿易區 如果行政院要設立的話 拜託給高雄的一個公道 先選給高雄 我們講這個話 是很委屈的 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 高雄付出了很大很大的財價 大家都看到了 高雄的環境 高雄的健康 甚至我們小孩子的讀書 很多 你看看空氣的污染等等 那如果將來能夠讓高雄的經濟發展 這肯定是超黨派的 所以高雄的立法委 應該要跳出來支持啊 我現在只有看到 有一個立委跳出來 為什麼其他立委 不跳出來支持 我是覺得 只要能夠 讓高雄的總目標 經濟脫傘慢慢 大家說 韓國瑜講 發大財好土 每天講 那我就講不一樣 讓高雄的產業更具 激增力 讓高雄變向全世界 自由經濟貿易區 給了我們 我們來施斷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機會 就全部來收拔 還有擴敵到教育跟力量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好啦 謝謝你